欢迎大家来到第七届全国元学奥赛初赛赛前网络课堂的第四讲 大楼是怎么样盖起来的呢 是用砖头一块一块盖起来的 这样的回答只答对了一半 盖楼首先要有砖 但光有砖还不行 还要用水泥连接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建筑规则 语言里的词汇就是砖 但光有词汇也不行 还需要将词连接起来的规则 也就是语法 语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 也有人称语法是词的构型 构词规则 词组合成句 句组合成句群的规则 简单的说 语法就是词法和句法的会计 很多动物都跟科学家学过说人话 例如黑猩猩Nim Chimski 这个名字来自著名的语言学家 诺姆·乔姆斯基 名母同学学过美国首语 窝猩猩康吉 它会用话有符号的 就好像小孩的十字卡片一样的小塑料片 和科学家交流 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 它会说150个单词 能叫出50种东西的名字 但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语言 人类语言的一大特征就是有语法 将有限的词汇按照一定的规范组成句子 就可以表达无穷多 无尽复杂的意思 语法规则使得我们的交流能力突飞猛进 凌驾于一切动物之上 我们可以跟朋友聊天 可以学习石斧的制法 可以读小说和写诗 可以阐述相对论 动物就好像黑猩猩 虽然能学会单词 但无法组织成真正的语句 表达内容也很有限 宁母同学能说的最长的句子 就是这样了 在英语中 glamour一词是grammar的变体 而自乔姆斯基革命以来 这种词源的关系就显得更为贴切了 面对语法的创造力 看着他用一组有限的规则 传递出无限的思想 谁能不为之目眩神迷呢 曾经有一本讨论心智与外物的书 书名叫做《合乎语法》的人 而某位诺贝尔获奖者 在其获奖演说中 也将生命机制比作生成语法 现如今不但达至滚石 对乔姆斯基进行了专门的采访 就连周六夜现场这样的综艺节目 也不时地提及他的名字 在《武帝·安伦》的小说《门萨的娼妓》中有这样一个情景 顾客问道 假如我想让两个女孩给我解释一下诺姆·乔姆斯基呢 他回答说 这会花你不少钱的 与此相对的是 词典却缺少这种光环 它看上去仅仅是一张枯燥乏味的单词表 必须通过死记硬背 才能露入大脑之中 作家Samuel Johnson在自己编转的英语词典的序言中说道 从事卑微工作的人注定要接受这样的命运 他们的努力完全是出于对不幸的恐惧 而并非是为美好的前景所吸引 他们备受责难 得不到任何赞扬 他们因为失败而名誉扫地 因为疏忽而遭受惩罚 而且即便成功也听不到掌声 付出也得不到回报 词典编转者就是这些不幸人士中的一员 Johnson在词典中将词典编转者定义为 一种无害的苦工 整日埋头于探寻词源 描述词义的工作 这是一种有诗公允的见解 就神奇精妙而言 词语世界并不逊于语法世界 甚至还更胜一筹 因为人们不但在造字构词上表现出与构造短语和句子同样丰富的创造力 而且在对个别单词的记忆上也需要用到某种专门的记忆 WAG测试是检测小孩语法能力的一个好方法 给小朋友看一张图画着一个小记一样的动物 然后告诉他这是一个WAG 然后再给他看另外一张有两个动物的图 问小孩这是两个什么东西 讲英语的四岁小孩会回答WAGS 这个测试几乎所有学龄前的儿童都可以顺利的通过 在接受测试之前 孩子们既没有听说过WAGS一词 也不曾因为说出过这一词而收到过奖赏 因此单词并不是简单的从心理档案中调取出来 人们必定是拥有一套心理规则 能够在现有单词的基础上生成新的单词 好比说如果要将名词变成复数 必须在词尾加上后缀S 作为一种离散组合系统 人类缘背后的工程技巧 至少表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依据句法规则将单词组成句子和短语 二是依据一套所谓的词法规则 将一些更小的元素组合成单词 与其他原相比 英语词法的创造力显得相形见处 在英语中名词只有两种形式 动词只有四种形式 而在现代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 每个动词都有大约50种形式 在古希腊语中 动词的形式达到了350种 很多语言例如 埃斯基摩语 阿帕切语 霍皮语 奇文久语 都以这种惊人的创造力著称于世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不妨以奇文久语为例 奇文久语是班图语的一支 据说这种语言与英语比起来 就好像是国际象棋与国际跳棋 在奇文久语中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 他在替他吃他 这个动词一共有八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主题标记 它表明这个单词是当前谈话的中心 第二是主语一致性的标记 它表示吃东西的人属于单数的人 其他的名词词性还包括 复数的人 狭窄或长形的物体 成双或成群的物体 量词双或者群 工具 动物 身体部位 直小词 意思是事物的缩小状态或小巧形态 抽象的特性 准确的位置 以及一般的地点 第三个标记是时态 这里表示现在时态 而班图语中的时态类型还有 今天 今天早些时候 昨天 不早于昨天 昨天或更早的时候 遥远的过去 日常性 正在进行的 连续性的 假设中的 将来发生的 时间未定的 尚未发生的和有时发生的 第三个标记是兵语一致性标记 此处表示被吃的东西 以及受益者标记 它表明该动作的发生是为了谁的受益 第六个是动词吃 第七个标记叫做寿式标记 它表明在整个动作中多了一个参与的角色 此处指的是受益者 如果用英语来打比方 就如同要求我们在说到 I baked her a cake时 必须在动词bake后加上某种后缀 以区别于I baked a cake 第八种是词尾原因 表明此处是陈述语气 而非虚拟语气 如果你将以上七种以前后缀的组合方式 全部都列举出来 大致可以得到五十万个解剖 而奇温九语中的每个动词 都有这么多的可能形式 可以说奇温九语和其他类似的语言 是将整个句子装进了一个复杂的动词之中 而在我们过往的远选奥塞的题目中 这样类型的语言是非常常见的 在通过词形变化来实现语法功能方面 英语的确显得简单粗糙 例如在名词后面加上s表示复数 或是给动词加上意地表示过去时态 但是英语拥有自己的派生构词法 即在原有单词的基础上派生出新的单词 比如加上后缀ABLE 可以将表示去做某事的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表示能够做成某事 例如learnable, teachable 在英语中派生后缀的数量多得惊人 以下是一些较为常见的后缀 此外,英语拥有一套轻松自如的复合构词法 它可以将两个单词灵活地组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新的单词 例如toothbrush和mouse eater 都归了有了这些方法 才使得词法评级的英语可以拥有海量词语 计算员学家Richard Sprout 曾将美联社自1988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闻稿件中 共计4400万个单词进行汇集 以便从中梳理出个体单词的数量 截止到12月30号 他一共收集到了30万个不同的单词 大约相当于一部英语词典的收词量 但是当sprout翻到12月31号的新闻稿时 他又发现了至少35个新词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每种构词规则又可以与其他的规则相结合 或者进行自我重复 以形成新的单词 我们可能会说到 某些炸薯条是不可以用微波来加热的 我们就会用到 and mypervability这个词 或者提到某个用来存放牙刷架 吸盘的东西 于是toothbrush holder fastener box这个词就被创造出来了 这使得圆中可能拥有的单词数量更为庞大 它就像句子的数量一样 可以是无穷无尽的 撇开那些为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而不钻出来的古怪单词不谈 迄今为止 英语中最长的单词 或许就是这个词了 牛津英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 将事物看得一文不值 然而 记录总是被用来打破的 如果你患有孔肠自证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曾祖母 你的曾曾祖母 你的曾曾曾祖母 而一共可以有多少个曾字 就看你的家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 一共经历了多少代了 更重要的是单词和句子一样有着精密的层级结构 而并非出自自串击之手 当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时 他设想在未来的世界里 美国可以用 anti-miso-miso来拦截苏联发射的导弹 苏联完全可以用 anti-anti-miso-miso-miso予以还击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 那些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宣称 他们只需要制造一个anti-anti-anti-mi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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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这些高科技武器也需要一种高科技的语法 用以记录单词有多少个anti 以便在同等数量的miso后面再添加一个miso 从而来结束这个单词 单词的结构语法 也就是单词的短语结构语法 能够通过在anti-miso之间嵌入单词来实现造词的目的 而次章机则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当它移动到这个冗长单词的末尾时 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词头部分究竟放置了什么 语法体系有一定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汉语的词序是主为宾 塔吉克语是主宾位 高山语是为主宾的形式 汉语内部的方言在语法上也具有不少特殊的地方 比方说广州人把我先走会说成我行先 每种语法体系的语法都有自己的单位 这些单位是语速 词 词组 句子 和句群 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但词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词是依据词法规则 由各个部件构造而成的 但它与短语和句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不是就是所需而所说的那种必须死记硬背 毫无道理的符号呢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困惑 是因为我们日常所说的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精确表述 它拥有两种含义 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的词 是依据词法规则由各个部件构造而成的 但相对于句法规则 它却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 相当于句法原子 原子在希腊语中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 句法规则可以深入到一个句子或短语的内部 对包含其中的更小短语畸形切割和粘连 例如英语语句的生成规则 可以深入到句子 This monster eats mice的内部 将与mice对应的短语 一道句子开头 变成What did this monster eat 但是句法规则在短语和单词的分界线上 却止步不前 句法规则无法深入单词的内部 去摆弄那些组成构建 句法规则可以将副词插入短语之中 例如This monster eats mice quickly 但不能将副词插入单词之中 变成This monster is a mice quickly eater 词的精确定义是一种建立在词法规则之上 却不能被句法规则分割的语言单位 词还拥有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含义 它指的是一种需要我们去死记硬背的语块 即一串与某个特定意义形成任意关联的语言材料 语法家安娜迪修洛和埃德温威廉姆斯 创造了一个术语句素也就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语言单位 我们不妨以以下这些成语为例 我们无法根据中心语和扮演角色之间的关系原则 通过构成部件的字面意义推导出成语的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强行记住这些短语大小的语言单位所要表达的含义 在我们余下的讨论中 我们将着重词的第一个含义 也就是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的词 确定什么是词 关键是要把词与构成词的语素和由词构成的词组区分开来 语素词词组都是意义内容和语音形式相结合的实体 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是最小的 是否自由或者是能够独立运用的 理论上很容易区分它们 但是在实践中却比较困难 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经常存在中间状态 给分类造成困难 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单位 词无疑应该是定型的 意味着它有稳定的语音形式和意义 两个方面都不是随意和不定的 当然这里的稳定是就在社会集体中成了一定的习惯 而不轻易改变来说的 因此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客观性和排斥个人的主观性 词是音译结合体 在语音上表现为一个词具有固定的音节 每个音节的声韵调固定不变 词内各音节之间也不能有语音停顿 在有轻重音区别的语言中词还有特定的轻重音格式等等 例如汉语我们热爱祖国的语音形式是我们热爱祖国 其中三个词的声韵调都是固定的 我们热爱和祖国 它们三个词内部不能有停顿 只能这么读 而且同时门应该是念轻声 像热爱祖国 它虽然也是一个可以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但是热爱和祖国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 所以它是一个词组 而不是一个词 词的整体意义总是和固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 比方说人家是个名词 指的是住户家庭这些意思 而人家则是代词 指的是自己或某人以外的人 或者指我 人家的两个意义都不是人的意义和家的意义的简单相加 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 有了一定的整体性 尽管词组的意义也是明确而完整的 但它的意义是可以分割的 例如东西是物品的意思 它并不是东和西意义的简单相加 因而它是一个词 而东西则是指东和西两个方向 它的意义是可以分割的 东西就是东和西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词组 我们经常根据语言单位能否扩展 以及能否有内部停顿来区别词和词组 另外我们提到是否能够独立运用 所谓独立运用是指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和别的相对应的词自由组合 包括单说的能力 单独充当句法成分 以及单独辅助词词组建句法结构的能力 这一点主要是和语速甚至音节区别开来 词组虽然也可以独立运用 但是词组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 它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 内部有语音停顿 只有具备了独立运用和最小两个特征的语言单位 才是词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语言在确定词的难度上有不同的表现 就西方主要语言 例如英语和法语来说 词的确定较为方便 从口头上看 词与词之间可以有较为明显的停顿 从书面上看 文字符号与词的语音构成有直接的对应关联 而且有分词连写的惯例 因此划分词语速和词组的区别就容易一些 但汉语这样的语言就不同了 因为音节基本上都有意义 即便到了现代汉语里 作为合成词构成成分出现的成语语速 是词还是语速 没有形式上的表征 加上文字与音节对应和书面记录时 不分词连写 这就给词和语速 尤其是词与词组的区别带来困难 给汉语的词和词组分类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简单一行的形式手段 词汇是由千千万万个词语构成的系统 这些词语又是由更基本的成分语速构成的 和句法一样 词法也是一个设计精巧的系统 许多看似古怪的单词 都是其内在逻辑的预期结果 单词拥有一个精密的结构 构成的部件就叫做语速 语速这一术语来自西方语言学中的Morphe 他语语法中引用这一概念 则有三个译名和三种内涵 最早称为形速 是指一个词内的形态成分 后来称之为词速 是指一个词的组成部分 现在称为语速 是语言中最小的音译结合的语法单位 语词相比 语速一般不能独立运用 需要与其他的语速一起来组成词 即便是那些活动能力强 能够直接成词的语速 比方说汉语里的天 或者是英语里的hand 当他们直接出现在句子里时 他们应该被试作词了 如果一个汉字没有意义 那么它既不能成为语速 更不能成为词 比方说坦特中的坦或者特 判断一个语言片段是否是语速 首先就得看它有没有意义 有的语速意义比较实在 有的语速的意义则比较虚泛 比方说莲子中的语速 莲和子意义都是很实在的 而莲子中的子意义就比较虚泛了 另外不少语速的意义都不太固定 在不同的词语中有不同的意义变体 有时意义差别比较大 有时甚至会失去意义 我们以家为例 它有时可以指家庭 比方说成家 有时指家庭所在地 例如搬家 有时又可以指某种行业 比方说瑜伽 有时又可以指具有某种专长的人 比方说艺术家 有时又是指学术流派 比方说儒家 又有时是由于意义演变而失去意义的 比方说国家 虚语速的意义 一般是比较难以琢磨的 比方说汉语的得 和英语名词后面的后缀 其实它们也是有意义的 例如买不等于买的 book也不等于books 买的这个词表达事物的意义 和books表示复数的意义 就是从得和s来的 因此得和s也是有意义的 这种意义我们一般叫做语法意义 所以它们也是语速 确定一个词有几个语速构成 我们一般可以用替换法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马脚 马路 马戏 马术等词中的马 有共同的意义 而且可以单独拿出来和别的词语进行替换 我们跟猪 公 唱 记来进行替换 分别又可以构成猪脚 公 公 唱 系和技术 这样就可以肯定 这些词中的马是同一个语速 马既然是一个语速 那么猪 公 唱 记 在这些词中也一定是语速 但是马克杯中的马不表示意义 不能单独拿出来和别的语速替换成另外的词 所以它只是一个音节而不是语速 既然这里面的马仅仅是音节 那么克也只是一个音节了 马克就是由一个双音节语速构成的词 英语中的Worker Leader Teacher Reader 都有相等的部分 也就是词尾的ER 含有什么什么的人的意思 并且不能在千分成含有意义的更小单位 因此ER在这里是一个语速 Workable Worker Workman Working 有相同的部分 Work 还有工作的意思 也不能再切分出别的含有意义的单位 因此Work是一个语速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语速进行分类 按照音节的数目 语速可以分为单音节 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语速 单音节的语速 例如天 地 人 双音节的语速 指的是组成该语速的两个音节合起来才有意义 双音节的语速主要包括连绵词 外来词和专用名词 三个和三个以上的音节在一起使用才有意义 我们叫做多音节的语速 主要是指名声词 专用名词和音译外来词 我们根据语速在合成词构造中的不同作用 又可以把语速分为两种 词根和词坠 词根是合成词的核心部分 词的词汇意义主要是由词根来体现 例如 汉语 画中的画 英语的rebuild中的build 词根可以表示事物 数量 时间 处所 动作 形状等具体意义 词坠是粘附于词根的语速 一般没有实际的词汇意义 它一般是用来给词根增加附加性的词汇意义 或者是表达某种无法意义 根据词坠在词中的位置 我们又可以把词坠分为前坠 后坠和中坠三种 前坠附着在词根的前面 英语中returns的re包含附加性的词汇意义 指的是又或者是在 中坠则是插在词根中间的语速 中坠比较少见 比方说马来语 着是动词 着木鸟这个词 则是把中坠el插在词根中间 构成名词 汉语流里流气 土里土气中的里 也可以看作是中坠 后坠黏附在词根的后面 比较常见 比方说英语中returns一边的s 包含的语法意义是第三人称 单数和现在时 有时一个词可以有多个后缀 英语leadership的后缀 有er和ship nationalism里边的后缀 有al和ism 根据语速的构词能力 我们又可以分为 成词语速和不成词语速 成词语速是指能够单独构词的语速 现代汉语中的猫 山 天 快 英语中的cat heel sky soon 等 这些都是成词语速 成词语速也能和别的语速再构成词 例如汉语中的猫腻 寻山 天池 快手 跑步等等 也有个别的语速 永远只是词 不能充当构词成分 比方说汉语中的 得 妈 勒 贝 等须语速 总是成词语速 不成词的语速是指那些不能单独成词 只能和别的语速在一起构词的语速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 秀 贱 木 葱 姬 子 等 英语中的 er ing s ed re un 等也都是不成词的语速 那么根据能否单说或者单独回答问题 可以把语速分为自由语速和粘着语速 自由语速指的是单说的语速 也就是能够单独成句的语速 比方说普通话的笔 走 大 谁 蝴蝶 巧克力等等 能单独回答问题的语速 这种语速的构词能力强 既能单独成词 又能与其他语速联合构成词语 并且在句子中的位置灵活 自由语速的两端都可以有停顿 即两端都是自由的 不与别的语速固定的粘附在一起 探词就是经常单说的 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自由语速 粘着语速是不能单说或者单独回答问题的语速 前面提到的不成词语速都是粘着语速 成词语速里的所有虚词也是粘着语速 根据语速构词时的位置 我们又将语速分为定位语速和不定位语速 定位语速是指在构成词时位置固定的语速 它们或者是在前又或者是在后 我们前面提到的词缀和词尾 以及某些虚语速都是定位语速 英语中除了词缀和词尾 借词of in to with from等等 也都是定位语速 不定位语速指的是在构词时自由的语速 它们有时可以在前有时可以在后 位置是不固定的 所有的词根都是不定位的语速 例如天或者是人 综上所述词是最小的 有意义的 能够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 也就是可以在句子里被自由挪动 或被别的成分替代的成分 一个词可以由一个语速构成 也可以由两个或多个语速构成 根据一个词包含有多少个语速 可以把词分成为单纯词和合成词 两个以上的语速组合而产生的一个合成词 就叫做词汇构词 这是各种语言中最常见的构造方式 其中主要包括复合构词 附加构词和重叠构词 这三种情况 复合构词是指在词根语速的基础上 再添加词根语速 从而构成一个新词 这样得到的合成词又叫做复合式合成词 复合词在各种语言中都有 但是在汉语中是最常见的 英语中的blackboard honeymoon 汉语中的火车就都是复合词的代表 复加构词指的是词根语速的基础上添加词缀语速 从而构成一个新词 这样得到的合成词 我们又叫做复加式合成词 或者是派生词 派生词在汉语中并不多见 但在形态更为丰富的语言中 比方说英语中就大量的存在 用前缀un构成的英语词中 在韦式英语大词典中就有2700多个 unhappy就是这样的一个派生词 不过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粒子 汉语的子是一个后缀 简子孩子都是这样的派生词 下面是单词dogs的结构图 位于这颗小树顶端的n代表名词 这意味着整个单词可以插入任何一个名词短语的名词插槽之中 在单词之下的层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名词的圆形dog 就是我们所说的词根 另外一个是复数的词形变化s 此处涉及的词形变化规则十分的简单 一个名词可以由一个名词词干 加上一个名词词形变化构成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精炼的语法规则 尽管这种粘连的方式看上去非常的简单 但却是一项功能强大的运算操作 我们不仅可以将dog变化成dogs 还可以将hour变化成hours justification转换成justifications 同样这个规则允许我们将任意一个名词转化成复数 而不必管它的读音是什么 我们同样懂得如何将一个不规则的发音单词变成复数 再同样的道理 这个规则可以完美的应用到全新的名词之上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运用这种规则 所以我们才很难发现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运算能力的 我们可以将它与计算机的程序进行对比 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的程序运用的是不同的规则 它们依靠的是类比 例如work之所以应该转变成worked 是因为它与网络所能识别的hug,hug,work和worked等成千上万个动词变形实力大体相似 但是如果人工神经网络碰到一个与以往经验毫不类似的全新动词时 它就不知所措了 因为这种网络缺乏一个抽象的包容万象的范畴 动词词干来助它一臂之力 为它添加词赘 我们不妨将人和人工神经网络在测试中的一些典型做法进行对比 第一排是动词 第二排是我们人所给出的过去式 第三排则是人工神经网络给出的过去式 我们常说每个人的头脑中都装着一套构词法 通过构词法 人们就可以将瓷根扩展为瓷干 将瓷干扩展为词语 从而创造出千千万万的词语 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深深地扎根于儿童的头脑中 我们的心智天生就是为了发现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物体和运动 并且用词来一一的标记它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